我們歡迎大家參與第二場次的討論 第二場次是以財政的紀律跟公平性作為我們討論的指軸 我們首先請劉教授來跟我們做報告 主席各位雨潭人黃主席李部長各位貴賓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跟各位報告財政的問題 我的標題下的比較特別一點 過去九個月我覺得財政機率已經盪然無存 下一張 美國的時代雜誌在今年1月14號還有整理美國布希總統 在日內他的經濟措施犯了八項重大的錯誤 第一項就是美國的財政再度赤字 各位都知道美國總統在日內最大的貢獻 第一項就是他在八年內把美國財政的問題平衡了 這是美國在戰後非常難得的一個經驗 第二項是伊拉克戰爭造成整個財政的支持大幅度增加 第三項就是對復原減稅造成整個稅收、稅積的減少 其實這三項都是息息相關的 基本上就是美國的財政的赤字覺得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過去九個月 我們看到我們的馬政府也是在犯相同的錯誤 過去九個月我們政府的支出的增加 還有一連串的減稅 使得整個政府的舉債程度入益增加 財政部在兩個禮拜前表示 到2008年底我們各級政府的債務 讓國內生產毛號GDP的比例是36.9 還有舉債的空間 因為根據我們的公共債務法的規定 是政府的公債 或者超過前三年的GDP平均40% 我們認為36.9 還有舉債的空間 我們認為這是非常不負責的看法 實際上在今年的一月份一月中的時候 國際上會議國際信品機構 請對台灣的主權平等從穩定降而呼嚇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認為 在過去幾個月呢 經了龐大的經濟正義方案 還有一連串的降稅的措施 使得台灣的出稅結構呢 是惡化了 稅積流失 能造成財政的持續性 折抗性的惡化 我們政府的 債務占GDP的比例 36.9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 相當多的隱藏性的負債 這是立法院預算中心 他整理在2016年整理的資料 我們中安政府的 以償性的負債呢 基本上已經有8兆 3417億 所以欠的只好已經超賠一塊9兆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最主要的是軍公教 的退休金 還有軍保、公保 還有長期的優惠利息的補貸 這佔了5兆6720億 我們所有的隱藏性負債的百至68 國際貨幣基金 前首席的經濟水家 現在好好倒水的教授羅格夫 他最近在一篇文章 他的演講裡面指出 他研究了全世界在過去100年來 歷次的經濟危機 他發現了所有的經濟危機 造成的後果 除了是失業率的上升 股價的下跌 股市的下跌以外 他最嚴重的衝擊 就是在整個財政的惡化 各國的實質債務 平均會增加了8.6 而債務的主要來連 他發現並不是 來自大家所擔心的 對銀行的失困 而是經濟衰退造成整個稅收的減少 以及為了應付經濟衰退 提升了振興經濟的方案 增加了公共支出 羅格夫他更進一步的指出 最可怕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國家在他的國債 大幅度增加以後呢 仍然沒辦法避免 他的軍績就是一段 又長又深的衰退的過程 這等級的例子就是日本 1990年代的經驗 好我們再比較一下 在過去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在2004年到2007年 在民黨執政的時候 整個全國稅收 曾經有四年連續的操增 在2006年到2007年 整個財政呢 甚至已經有盈餘了 2006年有166億 還有796億的盈餘 如果加上特別預算的話 財政赤字已經縮小到 755億跟163億 這也是為什麼在2008年的 瑞士的洛山的管理機構 他發表了2008年 全球經濟利益的報告 我們台灣的排名是第13名 較2007年的報告提升了5名 在各項指標之中 他們發現 最明顯的改善指標 就是在 過去的幾年 財政赤字是有持續的改善的現象 下面 另外我們再比較一下 就在過去這16年 國民黨執政八年跟民黨執政八年的期間 整個中央政府的一年以上的債務非常余額 我們可以看出來 在1993年到2000年 我們整個公債發行大幅度的增加 整個債務增加了一兆八千八百十億 平均每一年增加二千三百十六億 而在2000年以後 這八年增加的是一兆四千二十八億 平均每一年增加是一千七百五十四億 這邊就可以比較一下 在兩個政黨在同樣相同的時間 他們對財政失事的控制情形是怎麼樣